大家好,我是小云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煎芝士牛奶块 掰开里面还会爆浆 不仅补钙提高质力,关键口感好 孩子也爱吃 首先碗中准备两个蛋黄 再加入10克白砂糖 300克纯牛奶,搅拌均匀 没有明显的蛋黄就可以 再加入40克玉米淀粉,搅拌均匀 像这样就可以啦 再准备玻璃碗,刷油防粘,备用 接下来小锅中倒入搅拌好的牛奶液 中小火加热 再放入两片芝士片 不停地搅拌 很快芝士片就融化了 慢慢的牛奶液越来越粘稠 这时候再加快速度搅拌均匀 没有颗粒感,像这样粘稠的状态就可以啦 直接倒在刷了油的碗中铺平 再振平 盖上盖子,放凉 放凉之后再放入冰箱冷藏3小时 倒出来切成块状 然后沾上薄薄的一层玉米淀粉 再沾上鸡蛋液 锅中刷油,再放上牛奶块 煎至一面金黄,我们翻面,再煎另一面 直到溜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煎芝士牛奶块就做好啦 一岁一个月的宝宝一口气就吃了三个 喜欢一定要做给孩子吃哦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